观众好 今天是中国的陷阱和困境第六集 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挑战 这里就是牵涉到一篇文章 2000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这篇文章是中国苏康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因为当时长沙有个有家书屋杂志 由周时先生主编发表了非常多的好文章 在这个王妃主持 就是新左派王妃主持读书以后 书就取代了读书杂志当年在知识界的地位 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探讨改革 繁原历史 批评时政的一本重要著作 当时周时先生看到这篇文章以后 想发表 这篇文章的全文是三万五千多字 我跟他说周时 我说你想发表这篇文章 心情我理解 但是发表这篇文章引起的风险 我说你是要有属准备的 你是要有属心理准备 周时想了一下 他说我还是要发表 然后那一期就是2000年第三期 那本杂志自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就是我的中国社会结构影片的总体性分析 三万多字 另外一篇就是这个广州作家林贤志 对武士以来的那个文化传统再反思 这两篇文章都相当尽锐 尤其是我那一篇 发表了以后 这个当时就引发了很大的事情 很大事情当时我记得2000年三月的时候 我正好去瑞典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就是关于斯德哥文摩大学主办的 关于中国女性地位的一个讨论 一个研讨会 这篇文章就在这个中国出版了 在发表了 发表了以后 他们是从别的 比如那个斯德哥文摩大学教授 罗多皮先生 是从徐有余先生给他的电话里 知道了这篇文章 像他说这篇文章如何如何 好 我当时只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回国以后 我在国内待了两天就又到台湾去了 三月底才回来 回来以后 我才知道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 书屋停刊了 就是中央派了两个调查处 先后进驻这个书屋 问的就是两个调查处 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去问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中宣部 集中问的问题就是一个 就是周时你知不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 是谁指使他写这篇文章的 主编周时当然只好是如实回答 我不知道背后谁指使他写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他本人 他说我只是看到文章好 而且那个引证的那个数据 都是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 他说所以我就发表了 他说我没写那么多 然后他说你去问何其联吧 他应该知道有没有背景 所以就是后来是政策研究室 派了一个中央政策研究室 派了一个人来这个什么地方 来深圳市通过深圳市委宣传部 找到我要我谈话 还约我谈话 那么表面上是比较客气 就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我就跟他说我只是一位学者 学者嘛就是 而且我是一个做实证研究的 我关注当前的大事 我觉得中国现在 已经出现了这个什么呢 社会结构发生了 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说比如原来 中共讲的那个中国工人阶级 是领导阶级 中国是那个人民民主专政 是无产阶级 做主力军啊 做领导者啊 我这些理论呢 已经跟现实的已经完全脱节了 完全脱节了 我说工人大量实业 农民呢 现在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 农民阶层 就是地位都在沦落 他们两个既不是 一个不是领导者 一个不是同盟军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就讲了两废的结构 我说这个时候呢 两废这个政协委员人的代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富豪啊 我说这个变化 我说党也需要修正理论吧 我说我就属于写了这篇东西啊 我说第二个呢 我说就是目前呢 已经出现了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者联盟的铁三角现象 我说这个呢 对于一个国家的残治久安并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指出来 然后我再讲了一点 我说呢 英国历史学家梅英 他的那个古代史中间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的至今为止 人类社会所有的进步 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 那么就是以前在这个近现代以前是身份政治 大家出生是什么 阶层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显 不能够上升通道特别少 一直到近代以来工业化那么科技发展 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职业 这个时候呢 大学教育就成了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 就这个身份制社会就破除了 大家就是按照不是出生而是能力 我觉得现在呢 已经开始有一点 我说我们八十年代是破除了毛泽东的那个 逆线身份歧视 逆线身份歧视是这个意思 因为以前的身份是讲这个出生高贵 要出生在贵族善等人或者是富人家里才高贵才好 那么毛泽东时期呢就是因为他是要打倒地妇反外秀 然后就颠覆了整个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秩序 就是把出生在最底层就是越穷越光荣 穷就是代表正确 就是工人农民呢就提升到这个统治阶级啊 这个地位 属于这叫做 而且对于这个地妇反外幼资本家都给予严重的政治歧视啊 他们的孩子不能读书 他们自己和孩子也不能入党 招工招生参军都歧视 这叫逆线身份歧视 那么就是这一点呢 在文革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冤案 因为有一位叫做玉罗克的人写了一篇出生论 就批驳毛泽东的这种逆线身份歧视 最后是被杀了被迁毙了啊 那么就是我讲 改革就是把这个逆线身份歧视 废除了 废除了阶级斗争 让大家呢进入了一个按照能力 按照什么呢 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上升机会啊 我说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又会出现这个身份政治 我说的没错 大家也知道后来就是到了这个 本世纪初以后就出现了什么呢 身份固法现象 农村来的孩子还有底层孩子 就算是读了书 也没有办法得到好的职业 得到好的那个上升通道啊 所以这个是后话 咱们就先把这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呢 就是被认为是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挑战 因为当时的这个又后来我因为还有两次讲话 就是这个有两次讲话 一次呢是在这个五月份 在上海那个欧亚工商管理学院的讲话 我说其中就讲到三个代表理论 我说三个代表理论 其实就是一个代表 就是党代表 我说谁来代表现金生产力 那么当然是中共 就是当然是党 第二个呢就是谁来代表现金文化 在中国当然也是党 至于最后来讲是谁来代表全体人民 当然也是共产党 因为宪法就规定了 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 我属于三个代表理论 规定节点 还是党控制一切 好 这里算是处了农龄吧 就后来在那个湖南卫视 一个演讲节目 一个电视节目里面 我也提到这个类似的观点 当时三个代表理论 大家都知道 是王富林和这个谁 为这个江泽民包装的一个理论 他们也都分别 他是想塑造一种新阶层 取代原来的那个 讲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 工人阶级农民 那么当时国内的文章 你们如果去翻查 还能找到社会新阶层的出现 他们把这个社会新阶层 就是企业家 律师 还有各种专业人士 精英白领 就算做新阶层 各地的政协 也大肆吸了这种人进去 这就是先进生产力 也代表先进文化 因为这些人 那么都受过高等教育 掌握了科技知识和文化知识 那么他就拿他们来 作为这个人民的代表 我估计王富林当时 是希望面对现实 提出这个理论 悄无声息地完成这种理论转换 可能我这篇文章 就正好把它这个 不想说穿的东西 正好说穿了 所以从来以后 就是大概在这个 现代化的陷阱发表以后 那一年多的那个空间吧 对我来说就消失了 当然这个我也还讲一句 我在深圳从来 就是当作一律对待 因为我这本书 曾经我在那个什么 邮局去记的时候 我旁边有一个 海天的编辑看到了 跟我说 为什么你不把这本书 拿给我们出 好 而放到这个什么 别的地方出 我说 你们是不可能出的 但是那以后就认识了 在全国出版 而也在这个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以后 他曾经去跟他们的总编讲 他我当时说过要出这本书 你们不让 海天的总编辑跟他讲 你难道没看到 深圳市卫宣传部的态度 到现在不许报纸报道他 不许记得采访他 在单位里不许提职 他说这都是什么 他说我们过去不出这本书 现在不出这本书 今后永远也不出这种题材的书 这是深圳市对我 不管是全国怎么样宽松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个态度 而且那个总编还说了 别看他今天好像很红 很快他就要吃到苦头了 他这苦头到底有多大 他里面太年轻了 不知道 我对那位总编辑的话 其实他们把这话转告我以后 我心里明白那是迟早的一天 因为这之后应该说 当时中共的高层应该说 还是有一部分人希望把我能够吸拉进体制 因为我记得这个99年的时候 中纪委曾经请我去北京开废 要去对这个中国今后的反腐 提出一些看法 我在那个时候 我是在中纪委的发言上 我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制度性反腐 我说了中国现在的这个腐败 不是腐败在个别官员上面 也不是胆的所谓教育出问题 而是制度性腐败 我说是制度 给这些官员的贪污腐败 留下了非常多的空间 而且根本就没有这个 世心预防的任何机制 我说只有一个呢 普关了以后的陈储机制 我说所以现在要立法 然后提了三条意见 第一个就是要改变这个政府 掌控一切资源 那么就从制度上根除这个官员贪污的 那个可能性 第二个就是要高层自律 我讲了 姜哲明的儿子姜明恒 当时正好在金山 在这个情况下呢 如果要是想要别人不腐败 那么姜哲明的率先垂范 让姜哲明退出这个三界 然后其他的人才不费 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 这个1989年以前 是因为这个邓朴方 他们办了一个刊伐公司 所以太子党金山 利用这个价格双轨制 倒买倒买赚钱 就明月奋腾 六四的时候 那个什么呢 标语中间都出现这些事情 都出现这个反对刊伐 还有就是骂邓小平 邓哪级 还有等等等等 据说后来 邓小平之处以下定决心 陈楚是因为陈希腾等等人 向他废报的时候 特别夸大了 大家要把邓朴方 抓出来陈楚这一条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六四镇压 这当然都是传说了 我只是在这里说这么一嘴 真正的要考证还得等以后的历史 但是当时的反对这个刊伐的官岛 确实是六四的一个口号 而且一个相当重要的口号 那么我说这个邓小平 这个在六四以后 确实是让他的子女 就是比如刊伐公司关闭了 那么就是这一条 确实是做到了 那么现在就剩下就是 姜正明要怎么样做 当时的中纪委的那个副书记 当时的书记是魏健行 因为魏健行当时在中央开会 特别给我们那个会议打个招呼 说他不来了 由这个副书记夏战忠主持 那么当时夏战忠先生 我看了一下他的表情 我在剪这些的时候 他挺尴尬的 他挺尴尬的 好像也没有 当然还也没反对 没说什么 只是后来他说 会议嘛剪的这些 我们都会那个废报上去 希望中央能够参考一下 大家的意见 他说大家都是抱着一个 为这个国家的前途 为这个党的执政考虑 他说愿望都是好的 他就这样说了 意思后面没说出来的 就是语言是激烈的 那个什么呢 但是愿望是好的 就是意思是大家就讲 讲了就讲了 当时这个会议大概是八月份开的 也没什么反应 但是后来我的处境 反正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 因为很快我家的隔壁 一对老夫妇搬走了 然后就搬进了一群人 都是三十岁到四十岁 男男女女都有 而且不是一家人 就是每天把那个门打开 因为外面还有一个防导门 就是那个渣男的 就是盯着我的出境 只要我一上电梯 或者那个一上电梯 他们立刻那里也会出来一个人 就跟着我一起坐电梯 一直把我送到那个什么呢 我坐车的班车上 因为当时我也很少活动 除了上下班 然后呢就是坐到班车上 就交给我们单位的人去盯了 到单位当然也有单位的人盯 一天二十四小时就是这么过的 就是当时的在到哪里去了 既不能演讲 也不能够发文章 如果要是有地方不知道情况 邀请我去演讲 那个演讲一定是开不成 要么就通知 残地不借给你们了 要么就是说是电力设备出问题了 我记得到珠海区一次演讲 就是这样 开始大家人都已经到了 来了千多人一个大礼堂 那个结果说 说电力设备坏了 要大家走 把大家赶出去 后来哪里都没地方去 大家又想听 最后在哪里呢 在珠海一家民云书店 就是大家在那个书架之间的地方 紧着 就挤在一起 听 然后门外面的停车场还占了不少人 就是我知道 所以以后房属有地方来请我去演讲 我都告诉他们会发生这种情况 大家别费力气了 别费力气了 要不然对不起这个观众和听众 结果就是这个三个代表理论吧 就是应该说是导致我个人的处境 严重恶化 但是呢 这个三个代表理论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家也知道 它确实是共产党的 想从这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一种理论常识 但是它错就错在哪里呢 这个全体人民是虚的 它实际上还是代表中共的利益 然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 就把这个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呢 就是扩大到里面来 就是作为一种同盟军 所以呢就是 到后来它解决这个理论 它不可能大规模的扩大统治基础 也不可能解决我在这个现代化的陷阱里面 讲的所有的问题 它只是把这个中国的人大政协 还有包括各级人大政协 变成了一个精英俱飞的俱乐部 跟人民半点关系也没有 这些问题都在后来逐步显现 逐步显现呢 最后就导致了现在人民特别痛恨这个政权 然后呢就是对共产党的统治 也几乎了到原来陷阱出来的时候 大家对中央政府暴雨期望 到了已经完全放下希望 最后呢就是我在中国出来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还给我带信 要求我不要出来 他说中国还需要你作战的研究 你要坚持住 以后会有好的一天的 是什么促使我下定这个决心呢 是2000年7月 国务院来召开一个2000年 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 让我去参加 大家现在知道的那些有名的人物 刘鹤还有这个义干 还有范干 还有很多人都在上面 那一天呢我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杜润生先生 他是中国农村 就是农村改革的先锋 而且呢是一个代表人物 他培养了一大批青中年改革者 那天呢在那个费上我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正在跟别人说话 杜老呢就被人扶着过来 跟我说话的李罗利看到了就告诉我听 他杜老肯定是来找你的 然后我就回过身 杜老抓住我的手 一边摇一边叫 陷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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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十几声 后来就是陪他的那个人说 杜老的意思是说 你的那本现代话的陷阱实在是太好了 杜老说是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跟我说了一番话 这个呢就是 当时呢在那个会议上 大家对这本书应该说 那些中青年改革者 基本上还是抱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只是他们不知道当时呢 姜哲明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为刘吉当时已经不再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案 我知道可能受了我一些连累啊 因为他帮助出版了这本书 此后呢我在促进急救法 在开了这个会之后 当时我把儿子放在这个北京一个朋友家里 西班的带着七岁多的儿子呢 在我肺后游游北京 结果呢就是那天就是在 我记得是17号到20号开会 在北京西山开会 开完了会以后 我就是这个21号是北大下午的 那时候是假期 但是哲学系一位教授 特地邀请我去演讲 而且有不少人报了 我们要来听 就在我那天下午本来准备去演讲 中午我是到戴琴家里去做客 戴琴呢是住在这个北大西门那里附近 从他家里出来的时候 我准备叫个出租车去北大 结果他那条宽阔的路 我脸头看一看没什么车子 我就带着儿子从那里穿过马路 结果就停在马路对面的一辆黑色的车子 在我走到这个 大概在走到半道的时候 突然发动窜出来 然后就把我和儿子转到 我儿子转出了十几米远 我转出了五六米远 当时路上都没什么行人 我是转转了这个斩骨 我儿子当上司我当时不知道 我是在地下爬着去捡了我的包 然后把手机拿到 给戴琴打了电话 因为我就是他家门课 还给一两个朋友打了电话 然后再去把儿子 那个儿子躺在那里哭 我爬到他面前抱着 他就在那里等 然后戴琴他们就出来了 我们就去了那个什么医院 我儿子是走骨断裂 我是斩骨断裂 那么就是从那以后 我也就明白 因为那辆车来得太奇怪 没有是这样突然从对面那个的 而且把你把我转成那个样子 又没有造成死亡 这也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 所以从那以后我觉得 尽管我本人可以不担心 我自己的处境 可以忍受这种监控压迫和迫害 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儿子 在一个充满这个恐惧 包括这个生命危险的环境中长大 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中国 那么离开了中国以后 我在美国就继续做我的研究 做我的研究出来以后 我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一篇叫做《中国改革的德鱼石》 一篇叫做《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和前景》 都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 而且这本书 这些文章都成为我后来写作 中国溃业不崩的出发点 这些我将在以后的节目中 陆逊介绍这些情况 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